一座真正伟大的球场 当然也给比赛增加了很多看点 一座真正伟大的球场 瑞士的国歌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究竟这场比赛将上演怎样的90分钟呢 决赛啊 我们拭目以待 竟然得了 希望今天双方能够成现一场对中打战 这显然是球迷们所期望探夺的 打一脚 跑位很好 不过射门的脚法有待提高 哇 他们几乎倾巢而出 进去内已经聚集了多名球员 每个人都处于攻击模式 最后一道防线了 有惊无险 是的 看起来像犯规 裁判给了任意球 这次裁判比较宽容了 不过我猜他也没有几次机会了 最后一道防线了 有打一脚 这点射门比较离谱了 他在球门正前方 好说歹说 这球应该进 他借为成功 有点金货 射门 他把球打进了 这球进了 这个球将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球太酷了 打的位置非常专业 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向都很难扑出来 更别说一个了 这个射门太刁钻了 漂亮的折的一脚 扣掉过门 很出色地抢到了第一点 但是没能破门 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 促成了这次公门 显然边路采用的战位防守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比分早就改醒了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有点金货万归了 阿赫雷斯 指数十赛 穿透了防线 好的 有足够的尝试打一脚 他得分了 两球领先 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 他们可以踢得更加轻松了 阿赫雷斯 指数十赛 阿赫雷斯 指数十赛 在压力下表现的异常冷静 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 就像一只尼球一样 后卫怎么抓也抓不住 精彩 安然 水一样 级跟沟绕不备 倒下来 两球四球 与流亚 持续 健康 保险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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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尔萨里克 漂亮的直贼球 能进球吗 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有点尖获 都传进去了 卡瓦尼从长到边路 卡瓦尼的机会怎么样 他们太恐怖了 领先三球了 比赛结果已经分晓 太精彩了 一下非常漂亮 创造出了绝佳的射门机会 进球当然不在话下 这球值得一看再看 什么东西 不在哪里 还在打一看 他们进行球 他就变得了 大阵 很好 我觉得这是一名好教练 在没有演 房间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好机会 他脑筋了 看到机会 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 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 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 太精彩了 防守球员被吸引的晕头转向 配不成军 中四不耐火 欣射 努力 攻勢 咱 Battle 阿强 神 阿强 padre 将 finding 其他的 踢捕西有动作 应该是要换人了 是时候该让踢捕球员 给球队一些动力吧 塔瓦尼 沿左路快速下地 有机会 能起脚吗 这球就是 现足球队的水平 也能踢进 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进球 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 不是狂奔半场 或者连个五人进球 才算精彩 这一传一射 也毫不逊色 教练将他上场的时候 他就显得特别高兴 一心要想着 回报教练的这番信任 教练的指示 就是让你上场 去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击一球 一幕比来 轻小的传球 一幕比来 他选择有机会打门 抽到了 结果无疑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就该能进多少个球了 我的小伙伴们 还有苗坤 这球你们咋看 不好说 他的跑位很精彩 他非常清楚 他应该在哪里 完成最后一角射门 非常漂亮 还是要。 努力点是否 一人 disk 转队 转队 有机会 从 因为 你 Termin 里面 死 没 开 帮 开 开 又要换上一名球员 我觉得这个换人一同很明显 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 有时候身体没劲脑子也会变慢 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 不好啊 这个球处理得不够合理 浪费了一次机会 就这样裁判结束了比赛 今天将属于他们 属于他们的球迷 这个荣耀的日子 将载入他们的俱乐部的史册 现在主角们来到了球场荣耀 是这些优秀的球员 组成了这支冠军球队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 有时候会把这些人的冒险 打算成了这支冠军球员 比赛的厚远 是这支冰军球员 在这支冰军中的地球员 到这支冰军中的地球员 在这支冰军中的地球员 是这支冰军中的地球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